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炭爛韭菜 本頻道會分享股票分析心靈成長以及財商知識 希望能夠藉此幫助到大家 讓各位的生活不斷的成長 大家好 今天要講解的股票是華通2313 那為什麼會想要講解華通這一檔股票 主要的原因是想說如果就是有在關注這一檔股票的話 那明天如果開盤就是衝進去買的話 相對來說會蠻危險的 因為我自己就有看這個主力進出跟這個賞戶買賣盤 那可以看到這兩個其實都蠻少的 就是沒有賞戶買 那這個主力買的也不多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是可以把這個指標給切出來 那這個指標的話不用說就是這個當衝的指標 對就是可以看到說他今天這個當衝率是23000張 那他的成交張數是大概49977就是大概5萬張 那他當衝率已經到達一半 就是情況的話跟這個7月14號這一天是有點像 7月14號這一天他當衝率有到50 51%那這兩天像7月13號才40 那今天的話也是有接近50%這個當衝率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得到就是說 今天其實是沒有什麼主力買 那賞戶也沒有買 那這一檔股票究竟會如何去表現 變成說我們就可以知道說他這個都是當衝嘛 那主要從這個主力進出來看的話可以看到這個 原大證券這個摩根大同還有這個凱基台北 凱基台北自己就已經貢獻這個當衝就貢獻了大概有5000張 所以我們看了看之後 那再回來看他目前就是走在一個區間裡面 那如果說我們把這個放大一點 我們把這個成交量放大一點 可以看到說這個7月13號這一天 就是7月13號這一天他的成交量是真的是爆一個天亮 就是對於他這一檔股票來講就是爆了一個很大的量 那可以看到他的目前的K半就是守在這個7月13號的低點 那他的壓力就是7月13號的高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壓力為什麼會在這邊 我們就看這個7月13號跟7月14號 因為主要是這兩天碰到壓力 可以看到這個壓力的來源就是他 他是在這個掌停板的價位 就是他在掌停板的地方他成交張數是18000張 那在這個11點40分的時候用了大概9000張就把他給打 就是給賣了下來 那他中間這邊其實就有一些大量已經在換手了 就是這個地方是5000然後4000 3000 反正就是有一堆賣盤其實就是在這個地方都先跑走 那最後壓倒就是駱駝追跟稻草就是在這個11點40分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這個7月14號他的開盤 他就是開在這個他這個7月13號他這個尾盤 他是收在45.95就差不多抓46塊嘛 那他這個7月14號他開盤是直接開在這個 就是掌停板的價位之上 他是開在47.5 那開這個位置的話代表說其實是有主力 就是想要把這一檔股票給拉上去啦 但是最後還是被壓了下來 那就可以看到說他中間這邊其實有突破了幾次 就是突破這一個 我們就抓大概就是47.5這個價位啦 那中間這邊是有突破但最後被壓了下來 就這一天的賣盤賣壓其實很重 那壓下來之後就沒有再去測試他這個47.5的位置 所以我自己個人認為說 如果今天他這個成交量 他這個放大的這個成交量 那他這個位置位階而且他是跳空開高 但是他是買盤是沒有進來 是用這個當衝去衝上去 那中間的話其實就是他的買賣盤其實都是差不多 就可以看到這個買超第一名是600夾 那賣超第一名是700夾 那我剛剛有講說是這三個嘛 是這個這三個這個券商在拉這個股票 那如果再多一點就是星光跟這個台新證券 他們貢獻的這個當衝也是貢獻蠻多 那我們就直接看這個元大證券 我們看這個元大證券可以發現說 他在這個7月13號的時候 他買超是買了大概1萬張 就1萬張真的是非常 那他在中間的時候 這邊其實有出了一點 算是如果以籌碼來看的話 他算是已經把它出完 但是他不知道說他 到底有沒有把它全部的股票給出完 因為可以看到後面這邊 這三天這邊也是在出 就是也是在慢慢的出這樣 那我剛剛有講說 這個7月13號他的低點 就是在這個區間嘛 就是這個區間的低點 所以我自己認為說 今天的盤勢就是有可能是 元大證券這個券商去把它給拉出來 那當然這個凱基台北這個券商也是貢獻 這個充這個最大量的這個地方 應該就是他們拉出來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今天的1分K 可以看到他最大量的地方 是這個大概4500張左右 那他的最大量的地方 就是他的最高點附近 46.65 那明天這個開盤的話 就蠻重要的 我自己是希望說他價格可以到達這個 47.5這附近 對 這邊的話 我覺得去下一個 去下空單的話 我覺得相對來說 勝率應該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中間的話 我就沒有去找他的支撐點 我自己把他的支撐點 就是大概抓這個 44塊 為他的支撐這樣 那支撐點就是一個好買點嘛 那 接近這個壓力的地方 就不要理他 就是 我覺得我們現在這個 目前的盤勢 我們就是保持的一個 如果是紅色這邊 我們如果想要做空的話 再做空 但是 如果沒有在做空就算了 就是看他漲這樣子 那他如果去突破這個 47.5 那收盤收在上面的話 我覺得我們就是 再進場也不遲 就是我們主要還是買下面這邊的綠色 為一個好的進場點 我們不要去追高啦 因為目前的盤勢 像現在的話 可以看到這個 期貨的部分 他其實是一直在往下走 對 他因為這邊已經 那時候 當時候已經破了他 那個支撐嘛 我們不用這個看好了 我們看這個 這個比較準確 就當時候 這一個 7月20號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破了 他上面這一個 盤整的地方 那他破了之後 就一路一直往下 也沒有要 就是回測啊 什麼的 就是沒有回測大概 17600點的位置 他就是一路一直往下 那目前的話 已經快要到達這個 17000的位置 對 所以我覺得說 像 我今天想要介紹 這個 滑通的原因 就是希望大家還是不要去追高 就是 就算就算他開盤 好了 他開高已經破了這一個 就是可能開在這個 17.5 我覺得 我自己還是不會去追 因為我覺得 相對來說還是太危險 你就是 買綠色 那 紅色就看個人 不要放空 這樣 那我已經給各位 這個 大概的壓力點 我覺得做空 蠻難的 因為 被尬的話 其實很容易就是想要 去回補這樣 那 你回補之後 你又整個推升 他的骨架 就是 就是被這些 阻力給爽到 那今天 就是想要 主要是想要跟大家講說 其實這邊 就是今天這個K棒 其實 就有點假 因為 他沒有什麼 資金技能 就是沒有什麼流償 那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變成說 很不像 很不像有這一根的感覺 他 今天感覺還是會在這邊盤的 但是今天卻是 跑到這個位階來 所以如果 漲 只是 漲得上去 也會很快的下來 因為這邊的買盤 支撐的量 交易量 是很少的 那 最多的地方 就還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44塊左右的 這個地方 還是最多的 那這邊可能 這幾天 這個主力 收集籌碼 已經 收集夠了 那 所以在今天的地方 是有出一點 但是 他們可能看這個盤是 覺得說 今天盤是這麼差 但是他還可以 守在這個紅色 那代表說他明天 我覺得一定是開一個 相對來說 比較高的位置 但是如果開在這個位置的話 我覺得是 不要去買進 比起買進 你不如去放空 你的機率 勝率可能還比較大 但是 還是要提醒大家 我剛剛去看新聞發 這是有看一個新聞 他講說 這個 長龍 就是那個航運股 長龍他的那個 違約交割 在 7月23號 的時候 就是上禮拜的時候 他違約交割又多了4000多 那當比 當比就 2800萬 真的很可怕 對啊 那 所以我覺得說 你 就是大家做當沖的時候 還是要 以小心為妙 就 該停損還是要停損 就是 我自己 自己啊 我都是 如果我有空看盤的話 我就是抓 就是假設好了 50塊好了 這樣一個整數 假設50塊 我去做多做口 就是大家抓1% 就是1% 停損這樣子 那停力的話 就看個人去怎麼操作 那今天這個 滑通就 講解到這邊 主要還是希望大家不要去 追紅色啦 那這種籌碼 比較 鬆動的 就是更不要去追 好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記得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我們下個影片